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西的第二大城市柳州 我旁边呢就是柳江 最近因为下雨下的啊 一边的江水特别的黄 最近全国不是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吗 决堤啊发水啊 就在我准备来柳州之前啊 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柳江有一些地方也发水了 我当时就在考虑我到底还要不要来啊 但是我又看了一个新闻 柳州人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啊 看来是小事啊 我现在走在这个柳江的人行步道上啊 就看着这个柳江的江水啊 马上就要跟这个河地平齐了 感觉随时再来一阵大雨有可能就冲上来了 这是人行步道上堆积的淤泥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江面啊 涨过水很快退下去了 流下来的还是下雨下的 但是看这土壤倒是挺湿润的 这几天也没雨啊 这里也是堆积着很多淤泥 而且是这种湿润的淤泥 估计时间也不长 看着这个柳江的这个水啊 这个水位吧 估计感觉可能还有最多30厘米吧 就就要上岸了 如果再来一场大雨 就不好说了 但是毕竟是城市嘛 它的这个泄洪系统应该好一点 这水位靠得这么近啊 站在河边 站在江边 能听到这个扑通扑通扑通的水的声音 有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吓人的 听见了没 听见了吧 总体来说啊 柳江的景观带挺不错的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新闻就已经发布了柳州今天的高温蓝色预警 但是在这个江边呢完全感受不到 但是唯一一点啊 就是这个水位太高了 这个水扑通扑通的声音有点吓人呢 这个我手指这个方向 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园啊 盘龙公园 然后这边呢 就是整个柳州的目前的正式中心的位置 这边还有两座大桥 柳州本地人啊跟我讲说 就柳州市区里边嘛 就在柳江的上边有二十几座这样的桥 柳州桥特别多 柳州的夜景也非常的好啊 我记得我刚来的那天应该就是这个位置 哇这夜景啊 然后几座桥都在亮 对岸的建筑物非常漂亮 有机会我也要拍一下 那句话怎么说的 上游天堂下游柳州 哈哈开个玩笑啊 不过柳州呢 从我当天晚上坐高铁到柳州 然后逛下来 给人的感觉很不错 很舒服 是一个你值得来玩的城市 OK下个视频见 拜拜